新竹市长高宏安让网友暴动了 出席新竹国际动漫节 展前记者会时大玩cosplay 他佩戴了精灵大耳朵白色长假发 手拿武器一袭白色勇者装 扮成了日本动漫的主角福利莲 还让大家摆拍 动漫迷一看惊呼连连 有人说像极了 也有人直呼市长被玩坏了 动漫人物登场众人尖叫声连连 这位佩戴白色长假发 精灵大耳朵手拿武器 一袭白色勇者装登场的coser超吸睛 因为他是新竹市长高宏安 早上我真的可以体验到 平常的coser有多么的辛苦 魔法大变身动漫迷超惊艳 他他cosplay成动漫主角福利莲 摆拍照片PO上脸书 网友暴动了 有人说实在太像太可爱了被圈粉 但也有人说市长被玩坏了 而市长cosplay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要宣传 今天很高兴跟很多我们新竹在地的coser 还有漫画家一起来宣传 我们即将在5月25号到26号 在新竹市立体育馆所举办的 2024新竹国际动漫节慢人计 我们也知己的体验了整个coser 他扮装的一个流程 做啊这样感觉比较贴近社会大众 更容易能理解我们年轻人在想什么 原来是为了5月25 26号即将登场的 新竹国际动漫节特别打扮 高安脱下平常的症状 为了这短短几小时的记者会 一早就起床书法化妆 市长努力宣传进行模样出场 意外先起讨论 新竹综合报道